这期视频呢 董董大家再来打卡BKPP的普吉池景地吧 那现在呢 董董在泰国的普吉岛来到普吉镇 那和大家一起来探索 来发现以爱里面的池景地在哪里 那董董也带大家云游一下 因为现在小伙伴们呢 不可以来到泰国 是不是很想念呢 第一季已经结束了 现在再拍第二季 第二季呢可能马上会和我们见面了吧 那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第一季里面在普吉镇出现的一些场景 都在哪里呢 那和董一起来看吧 普吉岛的天空特别的好诶 那首先呢 我们就来打卡德的家 这里就是德的家啦 我们看这里 欧和德在这里 深情的对话 就是在这里 现在呢 是一个 那个 check in的地方 然后这边 这边他们 一群小伙伴们 在这里吃 冰激凌 就是在这里 最后的话呢 重头戏就摆在这里啦 哇 他在弹钢琴 这里就是德的家啦 这个地方是不是很眼淑呢 哦 你在上面吗 这里就好像一个天井这样的 就是在这里 哇 他们一起学习 记当词 哇 这个场景太熟悉了 德的家呢 我已经专门做了一批影片和大家来分享啊 那一期视频呢 就是住进德的家 大家感兴趣 没有看的话呢 可以去看啊 更加具体的一些信息都在那里面 在那边影厅里面 然后现在呢 我们再去打卡另外一个地方吧 其实这个地方都很近 都是在这个普吉镇里面 到处的这样子 你可能自己来的走走呢 都是可以发现的 没错啦 这里就是定光塘 哇 哇 哇 就是在这里 真的感觉走在这里就 仿佛自己啊 置身于那个剧中了 天啊 现在这个风吹过来非常的舒服 哇 哇 哇 在这里 哇 在这里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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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是在这里 他就是这个角度是吗 大家自己想象一下你在画面当中的样子吧 对 这里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唐人的一个寺庙就在这里 他们在这边一起祈求 他这个古籍镇呢有点像曼谷的唐人街一样的 这一边呢就是以前老华人他们居住的地方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元素 有很多的汉字啊中文啊什么的 然后呢 现在我们再去和妈妈的家 因为他妈妈的家呢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是那个福建面啊 他的舅舅啊 他妈妈都住在这里啊 那我们去看一看他妈妈的家在哪里 所以都很近很方便走过来 诶 这里有这种刚看到的有那种 那种什么 那种 那种叫人影吗 还是什么 都是甜品啊 这里呢有很多很多都是有的 然后 再来打卡一次他妈妈的这个福建面吗 其实很近啊 就这边过来 就是在这里啦 你好 不见面 有吗 哦 11点开门 OK OK 他要11点钟才开张啊 来太早了 好啦 我在这里等福建面啦 那这里 附近呢 还有很多很多店啊 还有什么冰沙店啊 甜点店啊 什么的 那这些呢 就等大家自己下次来 普及的时候自己来发现烫水了 我先不去透啦 那如果说你喜欢那种视频 记得点赞点关注哦 那等会我会持续更新分享的 如果说你有什么关心的好奇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保护的意见 好啦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